如果你厌倦了现在的工作学习生活 该怎么办呢 像小林一样和家人不辞而别 随意搭上一辆悉行的车 老司机看他学生模样 喋喋不休的说道 现在家长太腻爱孩子 老师也管得不行 才让你们这么胡作非为 像我们可都是被打骂着长大的 小林嫌老司机多管闲事 老司机嫌小林不知好歹 两人在服务区一排两三 这时家里也看到小林留的字条 我要去冒险不用担心 父亲是真的不担心 说他都15岁了啥不懂 但母亲急得不行 一圈电话打下来 从小林同学那儿得知 小林可能要去日本最南端的五九岛 看神树神文山 父亲不信 自己的窝囊废儿子 哪有胆子跑那么远 这次的小林又让父亲失望了 他就是要去看神树 还在服务区顺利搭上了另一辆货车 夜班司机靠着时不时的吼叫 来抵消疲倦 第一次见的小林吃惊不已 心想咋不睡一觉呢 司机仿佛看透了他 说道 迟到可是要扣钱的 我儿子要和你一样 不想上学还好办了 他不但想上 还学习好 不挣钱供他 说不过去呀 小林听得目瞪口呆 后排大叔嘲笑他 该不会被女孩甩了吧 小林激动的反驳 第二天早上 他们到了大阪 小林想着 既然搭了人家的车 也得帮忙卸下货吧 五十斤的袋子 压到他差点爬地上 紧着半天 他就筋疲力竭 感觉身体不是自己的了 可想司机大叔 天天如此 月月如此 该有多辛苦 之后的休息中 大叔说 他当年也离家出走过 偷了父亲的摩托 就想去东京 想去大城市 半路下起暴雨 车又没油了 死命地推着 最后被警察拦下 给家里打电话 父亲来时 啪啪一顿打 小林期待着 大叔奋起反抗的情节 可大叔说 到这就结束了 现在都想不通 当初为啥那么莽撞 也可能 那就是青春吧 大叔将小林 拉到了港口 因为他要向东京返了 这边有其他车 继续往西 问了计量 一个大姐愿意烧小林一段 临走时 大叔给了小林些零钱 这场分别 突然变得感人起来 15岁真好 但小林却害怕起来 因为离家越来越远 开车的阿姨 还一路不说话 直到服务区 才问起小林的年纪 小林撒谎 18岁 阿姨当然不信 非要抛根问地 小林为啥不上学 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夜行最容易困 阿姨有的是时间 小林只能开口 一上学就肚子疼 父母都工作 也不关心 我一个月没去 老师打来电话 他们才知道 接着家里变得鸡飞狗跳 母亲动不动就哭 害怕我上不了大学 这让我更烦 为啥会有学校这种东西 说着 小林还委屈地哭起来 阿姨把电话递给她 命令的口气 让她给家里报平安 虽不情愿 但人在屋檐下 小林拨通了家里电话 母亲的紧张终于缓和了 可父亲一接 小林就挂了 她一直觉得 父亲看不起自己 不愿离对方 第二天早上 小林在睡梦中到了九州 关门海峡雾气蒙蒙 朝阳显得无力 他们在海边休整了一会儿 小林竟然想家了 阿姨看出她的心思 但小林一口否认 到送货地后 小林本打算继续上路 却被阿姨拦下 现在渡海上到 半夜才能到 她让小林先在她家住一晚 她家除了一个乖巧的女儿 也有一个不上学的儿子 叫阿登 阿登痴迷拼图 满屋都是 得知手上正在拼三千片的 小林吃惊不已 她可没这个毅力 但帮帮忙忙还是可以的 两人躲在屋里 一直拼到晚饭 东拉西车也聊了一些 不过最终 阿登还是没和大家一起吃饭 她的房间仿佛就是她的世界 这让阿姨忧心不已 既希望于同龄的小林 给阿登带来改变 甚至两人一起去看神术 也无所谓 阿登死听非听 沉浸于拼图 母亲走后 她站起身 有模有样的挥拳出脚 小林就差得远了 被阿登像耍小孩一样 几次撂倒 第二天 奶奶去养老院 妹妹上学 小林也该上路了 朝着屋里大喊 告别阿登 阿姨给她道歉 阿登这孩子 至少该出来给你挥挥手的 话音刚落 阿登赤脚跑到车前 送给了小林衣服拼好的 小林没东西回赠 便把帽子给了对方 火车急车而过 阿姨笑中呆泪 在启程时 小林发现拼图背后 写着一首诗 草原镇中间的唯一之路 大家都骑着马 浪人却徒步穿越 比云朵慢也没关系 并不会早点到达 因为不想错过 这个星球给浪人的礼物 残留树叶上的朝露 飘动的云朵 轻声细语的小鸟 浪人从未停下脚步 随时准备踏上旅途 落宽 日向之国的浪人 大厅灯 阿姨听完泪流满面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她自责 从未真正了解过儿子 每个人 都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快慢都无妨 在码头分别后 小鸟突然觉得 神术不再重要 阿姨应该也放下了一些吧 但五九岛 小鸟还是去了 毕竟阿姨给她买了船票 这里一年四季都在下雨 小鸟被交个透心凉 手头的钱太少 找了好几家民宿 才找到愿意收留的 第二天一遭 小鸟美美的泡了个温泉 不曾想 有背包客住在附近 大姐姐倒是不客气 主动和小鸟打招呼 能走到五九岛的 大部分都是要一堵神术尊荣的 大姐姐也不例外 对路线不熟的小鸟 主动要求义气 两人临时组队 永远逃不过的问题 就是年龄 就是为啥不上学 这时的小鸟 已经不像最开始时 能说出一堆理由 抱着父亲给她买的 专业登山装备 怨气也少了不少 神术在山的深处 并不那么容易到达 第一次出门的小鸟 跌跌撞撞 很快就有些坚持不住了 在大姐姐的带领下 小鸟四肢并用的又爬了一辰 她多希望 眼前的这棵就是神术 实在走不动了 大姐姐不等也不劝 小鸟只能继续跟上 终于到了休息的时候 小鸟问大姐姐 上学的时候开心吗 大姐姐说着不开心 但又满脸都是笑容的 回忆当时的事 有个搞笑的老师 她很喜欢 到现在都忘不了 至于小鸟该不该去上学 大姐姐回答道 无所谓 到底是哪一口气 大姐姐让小鸟自己去问神术 又是一次筋疲力竭 他们终于到了神术脚下 起程之前 甚至上山之前 小鸟都预计 自己会在这一刻大喊 我做到了 但现在 她却只把这句话 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因为对小鸟来说 这次成功 已是她短暂人生中 所能体会到的最艰辛 所能做到的最坚持 这种来之不易 只有自己懂 宣扬式的呐喊 一下就变得毫无意义 正如朋友圈中 你永远看不到 那份最艰苦卓绝的成功 因为到顶的那一刻 她也筋疲力竭 便懒众山小 无力 更无需再向任何人证明 这就是要争的那口气 只争给自己 只和最亲的人分享 小鸟接来电话 给妹妹打去 告诉她 自己看到神闻山了 如她所料 妹妹高兴不已 小鸟嘱咐妹妹 让妈妈别担心 快回去了 在山上助力一晚 第二天 大姐姐要继续前进 登顶公知普悦 小鸟则打算回去了 大姐姐嘱咐她 注意安全 生命优先 分别是 两人正中握手 大姐姐再次说了那句话 还有拿口气需要针 未来会给答案 小鸟不再疑惑 也不再深究 该来的总会来 上山容易下山难 小鸟不知不觉间 就在雾气中迷了路 山羽说来就来 小鸟心慌了 更加没了方向 她躲到一棵大树底下 边换上雨衣 边沉浸心态 又走了一段 发现是完全陌生的线路 她记得大姐姐说过 不要勉强 近带救援 但大山 没给她这个机会 顺着陡峭的山体 她滑到了下方的溪流 碧莉千任 森林郁郁 小鸟救命的呼喊 回荡于山谷 却又淹没于 轰隆隆的雷声中 她值得靠自己 树西而下 在历劫之时 竟听到有交谈声 抬头一看 她已经下来了 到了地山区的景点 没钱 又没力气 她卧在路边 一个开着亨蒙的大爷 愿意收留她一晚 拉到家里 讲了吃喝住用 大爷就又出门了 小鸟痛痛快快地 冲了个澡 舒展地躺在 踏踏米上 真是太舒服了 电话响起 打扰了小鸟的亲梦 对方是大爷的儿子 小鸟还没解释完 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时 大爷回来了 听见儿子问她身体还好吗 大爷骂了句白痴 让挂掉 之后便要带着小鸟去潇洒 后排坐着俩老伙计 在大爷精湛的车技中 老伙计左右摇摆 几杯酒下肚 大爷便开始想当年 俩老伙计浑浑沉沉 不想当年 只想睡觉 大爷玩开了 上台拿起话筒 搞歌里一曲 歌词内容 依然是想当年 怨今朝 老夫疗发少年狂 再看老伙计 流着口水 踏实睡去 管他当年今朝 到老都不如梦一场 只是大爷不服 只是年轻人不懂 依然纵情舞动 今天实在太爽快了 醉乎乎的大爷 在梦画中向儿子炫耀 自己能跳能唱 一点不老 不过 这也只是他认为 第二天小鸟收拾衣服 准备离开 大爷起身要送他 却发现起不来了 气喘吁吁的 让小鸟把药拿来 小鸟说送他去医院 老人强势的说不去 别让小鸟走就是了 自己没问题 走了的小鸟 听着咳嗽声 还是不放心 回去给大爷煮了碗面 端过去时 大爷羞愧万分 他竟然尿床了 倔强一声 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小鸟也惊慌失措 这吓坏了小鸟 跑到厨房 将刀藏了起来 然后边劝边忙大爷清理 大爷安分后 小鸟遇到镇上 买成人纸尿布 他这个身面孔 便利店大姐多问了几句 直到是那个顽固老头后 大姐说会给他儿子打电话 穿上纸尿布的大爷 是真平静 一瞬间 接受了变老这个现实 看着15岁的小鸟 好羡慕呀 这个年纪 该有喜欢的女孩吧 当然是有的 一个叫拳的女孩 说我不上学 座位空荡荡 看着好寂寞 就买了一缸金鱼 放在桌上 这么好的拳 我希望他幸福 听着小鸟的故事 大爷睡着了 第二天儿子才到 带着救护车一起来的 大爷不喜欢医院 不去 儿子扶下身说道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你死在岛上 是一了百了了 但我头上 就多个不孝的罪名 弟弟妹妹 和我意见一样 老头软了下来 一身上单架时 儿子抱怨父亲 怎么又尿床了 真臭 真丢人呀 这一刻的老头 没有一点倔强 像个任由百步的木偶 救护车走后 儿子撂给小鸟一张钞票 说着感谢他 对老头的照顾 小鸟看了看 有些话不吐不快 爷爷尿床 也使他感到无敌自容 你还在外人面前嫌臭 嫌丢人 他该多伤心呀 小时候 可是他们给你换的尿布 小鸟哭着走了 儿子拿着那张钞票 怅然若失 这一回 小鸟没有耽误一分钟 赶回了家 母亲叮嘱父亲 千万别训他 孩子回来 路上累了 父亲责怪母亲 都是你惯的 男友做错事 不爱骂的道理 随即便冲到了小鸟房间 意外 小鸟竟然给他让座 还主动道歉 让大家担心了 父亲满肚子的火气 一下就消了 还有一些不知所措 问了两句路上的情况 小鸟平静且诚实的回答 父亲累水要出来 逃一般的下楼了 隔天 小鸟跟着妹妹一起去上学 他看神叔的冒险结束了 但妹妹学习的冒险 又重新开始了 见他回来 全赶紧把鸟移走 这样的女孩真好 老师提前接到小鸟父母的电话 特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进了教室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就点个名吧 一个接一个 轮到小鸟 他深深地提了一口气 却又轻声地唤出一个字 嗨 这场新冒险 他准备好了 能不能成功 就看他能不能争下这口气 之前熙熙攘攘 随便颠出一个人 都有不得不争气的理由 大叔的责任之气 阿姨的为母之气 姐姐的登顶之气 爷爷的不服之气 还有阿登的虚心之气 有的才心之半撑 筋疲力竭 也咬牙坚持 有的已看到希望 替死横流 不能自已 当然也有妥协的 不是他服了 而是他用尽最后的力气 却抵不过岁月的无情 人活一世 终有上不来的那口气 是无力 也是无奈 但却不遗憾 不后悔 因为至少 他真过 身而为人 总要以自己的方式 争一下 自己最在意的那口气 伟大的 渺小的 高尚的 卑微的 朴实的 独特的 世间种种 只要你选定 那就鼓着劲向前吧 活着 不就是如此吗 至于那些乱我心智的其他 要如何应对 就用那首诗来回答吧 聊聊草原 大陆朝天 众人骑马飞崩 我愿逝逝而行 比云满 比风情 既然终点就在那里 又何必在乎早晚 残夜朝露 小鸟亲身 日月灼灼 心河灿灿 这世间赠予的礼物 我不会错过 所以我的脚步 从未停歇 我的旅途 一往如初 exhale 小鸟 我 Gad 自己刃 不是 些这么好 蕃 我 对